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电梯门要关上之前 有一个记者无厘头的问了一句话 主席 你觉得你还会活着吗 主席 你觉得你还会活着吗 那柯文哲悠悠的飘出了一句话 说什么话啦 必须讲 现在这个柯文哲 真的是面临到一个非常大的危机 昨天下午两点的这个记者会 基本上就是一个主旨 意思就是说都不是我们的错 所有的错都是会计师 都是端木正的错 所以现在问题来了 民众到底要相信会计师端木正 还是相信柯文哲呢 这个假账争议的单据 昨天我们看到民众党不是告诉我们说 没有啦 我们没有假报 没有人把钱放在自己口袋里 而是有漏报 漏报的这个初步清查 大概一千多万 将近两千万 所以是会计师擅自调节金额 那这十五笔漏报啊 两笔物报 其实我们也没有看到单据 一般来说应该会放大 然后贴在这个记者会的墙面上 大家过去可能看到很多 类似的这个记者会 包括新票案 各式各样 可是他没有这么做 只说哎呀 我们有这十五笔啊 我们都找出来了 而且今天还会继续找 观众朋友 其实最重要的是端木正嘛 现在看起来关键是他嘛 那昨天他为什么没有开记者会 他为什么没有出席记者会 也有很多人问啊 如果他承认错误 像陈志涵说的 我承认端木正说 我承认我漏报 我便宜行事 那你出席记者会啊 一起面对啊 其实民众党的说法必须讲漏洞非常多 果不其然 昨天下午两点的记者会一结束 没有多久端木正就发了一纸声明说 关于柯文哲先生政治现金申报案 本所会计师提供的签证服务 均依法令规定处理 相信监察院 以及检察署必能详细调查 还我清白 意思是什么 直接打脸了啊 直接打脸了 才两个小时而已啊 所以像是陈志涵讲的啊 说我们有查账啦 那当时端木正 在周末跟我们团队查账的时候都有现场亲口承认 我就问你有没有录影录音 你口说无凭啊 现在呢 你越说越多 疑点也越多 观众朋友我们再来看看 包括柯文哲他有道歉 他说他道什么歉 他说我世人不明 用到天兵 我用到天兵 最低的底线 最低的底线来了 他说我没有拿钱 那他有一开始有讲 这昨天在这个跟黄国昌的直播的时候 他讲的 他说我一开始是想说 是被会计师乌钱 还是被财务部乌钱 会计师不就是端木正 财务部是谁 李文宗啊 所以他有想到这一点 还是说这两个人联合乌钱 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你世人不明啊 观众朋友 如果是柯文哲他不是太笨 就是太聪明 就是太狡诈 世人不明 世人不明有没有罪 是没有罪吗 这个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金句 昨天柯文哲的同窗好友 兼财务长 叫做李文宗 他不是有鞠躬道歉吗 他讲了一句金句啊 金事之句啊 他说我负责任的跟大家报告 我完全不知情 这负什么责任 这个真的是本年度最大的政治金句之一 那我们再讲到这个除了所谓的政治现金的暴障疑云之外 柯文哲还有三大案产生 那我们先倒回头来到2014年当时一届政治素人的柯文哲医师可以变成我们首都市的市长 我们首都的市长 是不是这个民进党助他一臂之力打的是五大案 那时候他打五大案嘛 那现在柯文哲 这个是前世这是今生 柯文哲现在设入了五大弊案 不就是很快的回力标打在他自己身上吗 于是就有人有一个阴谋论的说法 民进党当时把你送上去的是五大案 现在要把你拉下来的也是五大案 好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这个所谓的石勒跟尼奥的负责人戴力林 他到底是谁 他跟这些政界人士有什么关系 有人说他是黄珊珊的密友啊 是闺蜜 可是他透过有人发声说 我不是山游游也不是柯游游 我就是生意人 可是现在又有人说 他跟蓝颖的关系很好 众说纷纭 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端木正 现在没有送中评会 有一些前幕僚又开始出来爆料 说柯文哲跟时间有特殊性关系 特殊性的关系 我不晓得他在讲什么 还有小牛 还有说什么现在有一个叫什么sky的 说这个sky说他是这个 包括这个什么木可的前总经理 乱七八糟 总之一大堆前幕僚 柯文哲的以前的部署通通出来爆料 所以柯文哲这个人的人和 相当有问题 他不会管理人吗 你世人不亲 过去柯文哲曾经讲过 说批评好龙斌 说你世人不亲 干脆死一死算了 那现在呢 我们来听听看 过去他怎么批评好龙斌的 所以柯文哲的编号应该是7414 这些话现在回应在他身上最适合 因为我分几个层次 会计师他所负责的工作叫做签证 各位你知道签证是什么 就是我今天开一个会计师事务所 然后我有我的记账室 签证就是说别人把 比如说交款单 提领单 汇款记录 然后对方的收据 他有一整套完整的 包括甚至是你到底是哪一个案件 哪一个专案使用到这笔钱 这些文件整理好之后丢给记账室 而且是每个礼拜都要缴交的 这陈志涵讲这不是我讲的 每个礼拜都要交 然后整理完之后 记账室会把它干嘛 做分类 分类之后一个案一个案 到会计师桌上 会计师看了之后盖 盖 签证 认证说这个东西 来就不没问题 我这时候你知道陈志涵 描述的场景是什么吗 他说我们每个礼拜都有给他 然后这时候民众党不知道为什么 少了好几笔发票 总共17笔 但各位你知道最特别的是什么吗 他们总共有18万笔的发票 这他们自己讲的 结果当中偏偏超过几十万的17笔 金额都不笼 然后小的都不会搞错 大的都搞错了 然后搞错之后 他们没有给这个会计师 他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跟我们解释说 为什么当时发票没有给他 然后说这个会计师大厨大厨 自己制作主张说 好 那我来帮你改好了 我来帮你调节 我帮你把这个金额 放到这边 这边放到这边去 不过你觉得有这个可能性吗 因为你知道正常会计师会做什么吗 你漏报对不对 金额兜不笼对不对 就是你进出向不符 你明明有花这些钱 但你没有单据 会计师会把你退回说 你东西少了 结果他说什么 有 会计师有跟李文中求救 各位这不是求救 这是在欺骗大家这种 根本没有社会常识的人 才会相信的话 因为如果说会计师今天你报仗 他发现有假有错有误有缺有漏 他会干嘛 叫你重来 什么我跟你讲说 我赶快帮你弄救救救我 李文中救救我 怎么可能 然后什么李文中跟他讲说 你自己看着办 没有这种事情的 再来第二件事情 我们刚才讲到这么多人 各位你不要误会了 出来咬的人叫谁 你要跟时乐 你要跟时乐各位你去算一算 他跟从柯文哲那边捞了多少钱 也不少 上千万 办活动 对 木可也是 木可我们就等一下放着谈 时乐也是 时间也是 总共加起来几千万的钱 所以各位我在讲这个概念是什么 当初这些人关系很好 关系不好不会给他们赚的 你懂吗 关系不好你是赚不到这笔钱的 那为什么现在这个时间点 他会跳出来去咬 反目成仇力 有很简单 你从一个点看就看懂 木可这家公司 因为各位检调 你知道他要查的是什么吗 第一个 木可 他就是要查木可 而且还不只查一件事情 他要查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 为什么木可后来 汇了170万去给民众党 对不对 这是黄珊珊主张的 黄珊珊说有有有 木可后来赚钱之后 有政治现金回馈我们170万 结果检调查到的数据 是超过170万 几百万 换言之 各位当众的差额去了哪里了 我有把钱给你 但你民众党申报有少有漏 你这次进行申报有漏 这个你总不能怪端木正了吧 所以检调说要查 再来第二件事情 他说你的授权金 怎么从来没听过这种 我叫你帮忙卖东西 我还要给你钱的 我授权给你卖东西 我还要给你钱的 没有听过这种事 所以检调也要查这一笔 但各位你知道 这最可怕的是什么吗 反而不是这两笔 反而是说检调单位 早就已经在监控 在监管 甚至是在调查 柯文哲民众党内部政治现金 所有的戏目跟戏案 这才是最细事疾恐的地方 包括连陈佩琪这个案件 他们也说他们要介入了 昨天 北京检察长王俊立 已经说分案调查了 那是开检查会议的 代表已经盯上了 而且今天你从所有的报道 呈现出来的内容 代表我早早就已经注意你了 结果这时候民众党在干嘛 这时候民众党在说 世人不明 用天兵 开直播 或者是很上脑筋 还在讨论内部的事情 各位我刚刚讲的这些案件 请问你觉得是一个端木正 扛得了吗 陈佩琪的咖啡 端木正扛得了吗 而且还不止这案 还有我们讲还有三大案 金华城案件彭真伸进去 端木正扛得了吗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 现在是把头买到沙子里面 装作外面的一切天下太平 你知道吗 因为就算真的千错万做 是端木正错 你民众党 甚至是下辖的所有人 包括黄珊珊 包括陈志涵 包括周宇修 各位你不要误会了 他在提报这些金额的时候 周宇修他也有在里面 他也不需要签名认字 因为会计师的确 他是做签证的工作没有错 但是当你提报的时候 当你提领的时候 当你短缺那916万的时候 不是今天你拿别的单据说 嘻哩呼噜说 我这样就可以搞定了 就讲得过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最后还是会回归到金流去查 你想想看 检调今天去查说 好 你说是他搞错了 他胡报 就去掉这个金流记录 我们讲了 从你的政治线专屋拉出来的记录 发现出一件事情 不对 你真的有领500万 那你到时候要怎么解释 所以这个不是我们讲 不是只有今天没有明天 民众党所有的做法跟所有的解释 都只解释得了今天 掰不了明天 这才是他们现在最大的问题 所以我坦白讲 民众党接下来真的会团灭 兵哥 这个民众党的问题 我觉得非常严重 而且是多线进行 我觉得他们整个危机处理 基本上就是跟低能儿没什么两样 我讲实在话 感觉没有社会经验 是啊 就是非常的瞎 然后随随便便弄了几个东西 就认为社会大众会相信我 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无知 他是在考验我们的智商吗 你知道他昨天就做了一件 超级笨的事情 你民众党开了记者会 你不是说木口公安公司 跟你们没关系吗 只是厂商吗 为什么他会在你们的记者会上面 去宣布木口公安公司 要立刻暂停一页 而且要把那个钱都捐出来 对 把钱全部捐出来 你昨天做这个动作 不就在告诉我 那个木口公安公司 就是你民众党开的吗 你要知道政党是不可以开公司的 这就是党产 所以那个钱你恐怕想捐 都捐不出来 那个钱恐怕是会直接 被查扣没收了 所以你们知不知道 自己在玩什么 然后那个时间公司也很好笑 那个时间公司本来 不叫时间公司 去年7月才改名 是 对啊 去年捐一改名之后 马上接到三笔 加起来1000万的大款项 结果陈志涵居然可以告诉我说 他以前也不知道这间公司 然后就只有帮他上过影片 你相信有这种事吗 一间从来没有干过这一类的公司 你突然之间就委托他上千万的交易 柯文哲是有钱到爆炸 是不是 而且看起来只有产出三部影片 对啊 所以三部影片就1000万 那也太好串了吧 是找什么明星拍的 我不知道 莫名其妙 然后你看昨天记者会的时候 他们有针对时间的问题解释吗 没有 完全没有 所以这个还不严重吗 好 他们现在说这一切都是 端木正搞的鬼 我老实讲我实在想不出来一个会计师 为什么要因为你很赶时间 所以我就帮你做假账 是啊 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会有这个理由 那当然现在陈志涵他们说 我据说民众党能跟我讲说 他们当时有录音 就是 有录音吗 有录音 就是端木正承认 承认 说他调节 那拿出来 我觉得就把录音拿出来 给大家听听看看 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因为有的时候 那个语意不一样的时候 恐怕就是不一样 所以我们也是要听到原话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我觉得因为这次周宇修 上节目的时候讲说 他们当时有录音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 最好是公开这个录音 那客观你知道 你现在先不用去急着告端木正 因为检调已经开始在查 连监察院都跳下来查 那你要说要政治追杀吗 是 因为你什么时候看会 检察官动作这么快 检察院动作这么快 但是不要怪人家要政治追杀 谁叫你要做这种蠢事 被人家追杀 真的 我讲实在话 这种事情一般 一般政党碰都不会去碰 因为这个很瞎 一定会被查出来 因为这是要公告的资料 这不是说你可以藏着掖着的 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 会去做出这么离谱的事情 然后现在这一个戴力林 去跟那个黄山安切割了 是 可是问题是 戴力林过去跟黄山安交情不错 是事实 他跟很多蓝营的也交好 也是事实 是 因为戴力林在业绩其实还蛮有点名气 带倒 对 带倒 很多人都认识他 所以我觉得他是黄山山 或是柯文哲的朋友 那是一回事 可是大家没有想到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吗 也就是他先打电话去给黄山山了 然后黄山山也 黄山昨天今天有发文 说他第一时间就通知党部了 党部去查诈 查不出来问题 那请问一下 如果是查不出来问题的话 那为什么接下来戴力林会委托媒体人 跟议员直接去爆料 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 大家不觉得很奇怪吗 正常的情况是你报的不该报的账 我跟你是好朋友 我赶快叫你说你回去查一下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结果不是 结果是立刻选择找人爆料 你们不觉得这整个操作非常的奇怪吗 完全不合常理 所以我必须说这整件事情恐怕还没完 因为端木正他今天敢这样讲 大家不要忘记 端木正可不是一般的会计师 他是民众党党员还当过中央委员 还当过部分区 你怎么知道他手上有什么东西 因为你们说你们手上有录音 他手上有什么东西我还不知道 这一图戏还有得搞 是没有错 这个警官老师以前也是民众党党员 对不对 所以我看了我觉得满替民众党难过的 昨天的记者会不但没有 诚心大多数的疑虑 而且最主要的 他有一个最强烈的一个公关灾难 就是民众党的身份 各位搞清楚 民众党在这里面的身份是一个受害者 疑似有人掏空 疑似有人侵占民众党的财产 这个操控的人是不是石勒公司 是不是黄珊珊 我们还要另外一步一步去查证 但是民众党是一个受害者 结果受害者的民众党竟然在现场 帮疑似加害者的石勒公司发声明 跟他说石勒公司要解散要清查 木可公司 对不起 木可公司要解散要清查 听了他不觉得很奇怪吗 你今天李文中那边告诉他说 我们那个1300万授权 不是授权 那个叫做管理费 我们委托木可公司 帮我们竞选总部卖那些小物 如果真的是管理费 木可公司帮你卖小物 那事后获利盈余 是不是要回捐 或者给业主这个竞选总部 这才对嘛 结果不是 昨天民众党就帮木可公司宣布 民众党说这木可公司要解散 解散原因是什么赚太多吗 三个月之内赚了几千万 财报这么好要解散 然后要清查 还要把盈余捐出 如果正常的一个团体 这时候应该要干什么 马上阻止 然后要求这个木可公司 不可以我要跟法院申请 假扣押你的财产 因为为什么 那是我的意义 要捐回来 要捐也是我 民众党在捐 怎么会是你呢 另外一个 我觉得很夸张一件事情 就是有很多人是觉得 如果是端木正 可能是真的 我第一次看到记者会的时候 我也觉得 好像端木正是被 直接安上这个罪名 但是你回头看 昨天陈志涵说的话 他其实说端木正就是在竞选总部里面 负责记账的那个人 所以今天有一个更大的问题 其实陈志涵已经讲出来了 端木正本身他不但 如果陈志涵说的是对的话 端木正本身不但在竞选总部里面记账 而且事后 黄珊珊还有民众党 为了要满足政治监金法规定 超过一千万要签证 所以还把他送 叫端木正求援兼裁判 来做签证的工作 所以这目前来说 你去看端木正的声明说什么 其实端木正他没有否认 他有在里面记账 端木正只说 关于这一部分 签证部分 他的签证部分 完全是合法合理等等 他也没有否认 他有在里面记账 所以这边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什么 一个人他同时兼任里面的记账 又同时兼任公正第三方 来做签证查账的工作 这个就叫做求援兼裁判 这个绝对违法 那我真的要请问一下 第一个就是 基选总部的主委黄珊珊 你再找端木正来记账 事后又来找人来 做这个签证的工作的时候 你难道不了解 求援兼裁判这个是违法的吗 你怎么会这样用呢 所以我觉得黄珊这位 有律师身份的人 你应该跟大家说 为什么有这么明显的违法事宜 没错 黄珊珊有选过局 他从这二十几年吧 至少 那他本身也是律师 他怎么连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呢 犯下了这种低级错误 我们进一下广告 祝得安全 活得平安 一人一点力 爱就大无限